发放现场,难民井然有序,排队领物资,希望能让他们暂时解决眼前的困境 无谓疫情笼罩,马六甲刺激之工,结合新加坡善心人士,进行粮食物资发放,给生活现困的难民家庭 目前为止,共有超过200户难民家庭首位 没有来的人,我们就把这些物资分散给更加多人,更加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就分散我们的物资,也不是让更多人受益 因为到现在为止,还是很多人没有工作,所以他们还是很需要这些物资,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 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去做这些物资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访在难民的时候,可以看到他们很多要求 因为他们生活得很久,真的是很久没有工作了 所以真的不能生活了 就是我们看了他们的那些求助的那些技术 真的是不知道要怎样考虑 所以还好有这样子的发放,来减轻他们的那种难处 大爱无畏,志工温情送软,点亮社会的暗角 曾上美志工,蔡玉丹,杨胡泉,马来西亚,马六甲报导 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